大家好,我是福仔,吹吹的小妹 大家好,我是福仔,买的大槽子今天继续拆箱 来 哇,好多小鱼啊 小鱼仔,是吧 农家柴火鱼 农家柴火鱼,原汁原味 哇,好小巧的鱼啊 感觉像那种辣椒酱一样,是吧 真的啊,大家看一下 这应该是我买的小鱼仔 好了,看一下 里面全是小鱼 对,都是那种小黄鱼一样 没多大都是小鱼的 好小啊,你看 这个只有这么小 好,好像小虾米一样 哇,都是这么小的呀 这就是一个 这个还大一点 哇,好辣呀 很辣吗 真的 不过,辣的好吃,吃起来很爽 不过这个辣呢,很正宗 不是那种直来直去的辣 这种是手工制作的,应该是 不像那种工业辣,是吧 像工业加工的一样 这个辣会让你越吃越上瘾 会不会有一股农家的味道 是的,是有那种味道 哇,越辣我又想吃呀 香辣味的嘛 它也可以当做下饭菜,是吧 真的,加磨 吃面试也可以的,是吧 而且呢,这个不用担心被掐到吧 对面就没事 你看,一泡鱼就这么大 你问它的次能到哪里去啊 而且也没有鱼鳞啊 肚里也没什么东西 这种是很好清理的 怪不得叫农家美味呢 太好吃了 吃起来的口感怎么样 还有一嚼劲呢 应该是小鱼干 然后经过风干处理之后 再加些油啊,腌制的是吧 应该是 比你怎么做的咱们也不清楚 反正很好吃 好吃就行了 对 你看这里面的配料特别丰富 有辣椒 蒜 还有生姜 这些都是原材料是吧 都很出味的 对 而且我看到这里面的配料都是比较新鲜的 嗯 感觉要腌制是吧 看着就特别细勻 那你一看就想吃它 感觉像辣椒酱一样 嗯 如果我吃了那么多感觉有点咸了 我吃的多了 看来这个东西更适合下饭菜是吧 适合配菜吃 对配菜或者是配你吃饭吃 单独当零食的话可能会有点咸 哇真的辣 这一会儿辣的有点稍味了 哎呀有点出汗 你这就属于后知后觉是吧 后味比较大 刚开始吃的太多了 完全不顾这个口味啊 这不是好吃 觉得它太好吃了 所以都出汗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少吃一点 可能里面会多换一点盐 保持它的心心 而且不会让它坏掉是吧 吃的盐浓不让它坏嘛 对啊 那我们没事的话就搭配饭吃完 好吧 好的 那行那我们今天这个 小鱼仔 就先看这吧 好了 以上视频道就点个赞 加关注 如果你们想让我吃什么 或者玩什么的话 就先让你按照座 拜拜